爹 奴婢快要死了 死前 得告诉你一句明白话 皇后当年 不想让你这样卑贱的女子 剩下皇上登记后的第一个孩子 所以 让你试了孩子 不是高熙月做的吗 高熙月才是恨极了本宫 你少替她辩解 是我们主做得不错 可是我们主对皇后为命侍从 罗泽就算她胆子再大 也不敢拿皇嗣谢闽 那怡婢呢 那怡婢呢 皇后须倾驾驾驿 表面要抚养怡婢的孩子 其实根本不想多一位贵子 威胁到有孝正的二阿哥 您想没有皇后的兽医 会嫌皇贵妃怎么感动皇后的人 没凭娘娘细想想 我们主是个喜怒行鱼色之人 她怎么懂得这些暗中谋害的手段 皇后才是心思印度之人 还要我们主嫁祸给贤贵妃 皇后的嫌贵妃是从贤贵妃那儿得来的 自然是恨极了贤贵妃 奴婢是将死之人 不会信口胡说 她害你母子阴阳两个 如今奴婢说个明白 死而无害了 好啊 好啊 等宫到今天 才算是真正的明白了 是吗 会嫌皇贵妃已哄 皇后娘娘失了二阿哥 却又生了七阿哥 难道中宫就这般好福气 害了旁人的孩子 都不用得报应吗 怎么不会 一定会有 老天爷不会放过她 本宫就更不会 是 说不定皇后母子的报应 就在眼前了呢 是 祁哈哥 你想怎么办 那你得帮我 这是长春宫如如春娘袋 是洗好的的 你浆好便是 是 娘娘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是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一切由我呢 是 陈山宫的衣服好了吗 来了 谁啊 春娘 怎么了 七阿哥饿了 哭得那么大声 你没听见吗 娘娘让你赶紧过去 我换好衣服就来啊 游易啊 怎么了 在想什么呢 没事 谢谢爸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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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皇上 御法没规矩了 不是 七阿哥被如母传染了斗意 皇上 您快去看看吧 永从 谁也不如送到我的永从 走 娘娘 娘娘 皇后 何事 永从哪 皇上 七阿哥已经送出去 有太医照过呢 都该死 怎么伺候的 皇上 淑母淳娘 不知何事得了斗意 他天天给七阿哥为难 七阿哥就 就绣上了斗意 宫里最早得斗意的是谁 不是都化了吧 是一个老莫莫 就是会嫌皇贵妃提升宫女 墨姓的额娘 之后墨姓也得了斗意 他们都死了 不许送永从出宫 贤方殿恐战 将永从送去贤方殿 隔开来一日 皇上 永从他还想 从未离开过臣妾 臣就要去北永从 皇后 朕已经尽力了 尽力把永从留在宫内 可朕得为紫禁城里 所有人的性命着下 男人的心情 咱俩得为紫禁城里 以恬之恬之处 看我 李不平 我们都 perhaps 生死有命 海岚 不是你做的吧 当然不是 姐姐为何这样问 不是便好 我只是在想 沐昕刚找过咱们 家哥便是个斗银 姐姐 我当然很想要为姐姐向皇后报仇 但当日 姐姐叮嘱过我不要伤害孩子 之后 我便和沐昕再无往来 七阿哥生斗银的事情 真的和我无关 那是我想得了 我只是在想 长春功效来谨慎 怎么会是七阿哥得了斗银呢 是七阿哥天身体弱 这是个意外 还是沐昕找了旁人 这便不得而知了 但不管 这是意外 或是沐昕又找了旁人 都是皇后自食恶果 无论如何 至子无辜 七阿哥的病来势汹汹 还不知道能不能过了这一关呢 但愿他能吧 主 长春功正乱着呢 咱不谈了啊 谁说是我在谈皮吧 是轰了的慧贤皇贵妃 在追魂索命呢 主 您别吓唬奴婢啊 谁吓唬你呢 我真是高兴啊 凭什么这些年 只有我为我男孩流尽了眼泪 他们都得哭 都得陪着我哭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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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啊 快来人啊 雨萱看哥哥手里拿的什么呀 来 踢他 踢他 泳程 再玩会儿就睡觉吧啊 太晚了 主 这七阿哥本就体弱 本来也活不了多久 何况这事也是没偏做的 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 奴婢明白 只是心里有点黄 先别想这些了 今天太医来巧过了 我又遇惜了 是 永贤 永成 你们俩又多个弟弟了 高兴吗 永成 高兴 高兴吗 永贤 准备 鱼 鱼